你们天天说坦克500这儿好那儿好 今天就带你看看35万这辆坦克500到底好不好 车长4米878 比你家霸道长一点 但是没你家陆地巡洋舰长 但是因为配置太高了 我更乐意管它叫保定陆地巡洋舰 如今30多万让你能买到V6双涡轮增压发动机这样的9AT 只有长长干得出来这个事了 这个3.0T的发动机开起来劲儿非常大 并且很安静 平顺 成熟度完全不像是第一次产这种发动机厂商的作品 侧开门保留了越车的神韵 并且还是垫心门 该奔一下 瘦解于整个车长 后备箱的近身并不是特别的深 但是宽度跟高度都非常好 还是挺能拉的 唯一有一个遗憾 第二排跟后备箱没法放平 你就不能在里面睡觉了 35万元配了电动踏板 老人孩子这么着一拉上下车非常的方便 坐上来之后 我的天哪 海绵跟皮子都非常的软 后边的角度很大 这么着看上去的话浅色顶层 全景天窗气氛非常的好 腿部接近于一个小臂的空间 脚底下是纯平的 座椅竟然支持加热通风跟按摩 这边还带有手动凉凉 这配置 我觉得除了3.0G发动机之外 后排是它最大的一个特点 来到前排 我最不喜欢这个小表了 跟周围的风格格格不入 座椅跟后面一样的舒适 这块大屏幕的反应速度很快 切到地图 你看 拖拉地图依然都很跟手 这是最费资源的一个环节 控制区域 低速刺区 后桥锁 座椅通风跟加热 按钮都很直观 甚至都可以忙操作 35万你只能买的豪华品购2.0T的车 你喜欢的霸道跟陆地循环剑也不进口了 那我现在问你个问题 你觉得这个价位的坦克500 它的竞争对手是谁 有点意思